水族 records 虫中人 认为猫鬼有灵性 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类感受不到的东西 特别是猫咪比狗狗更有灵性 毕竟他们的视力和听力都比我们好 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 也都将猫咪赋予神秘的力量 像是专门护送刚死亡的灵魂到死后世界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个猫看到了主人看不到的灵异现象影片 第五 两只猫咪的同步反应 当一只猫咪动作行为怪异时 可能对一些人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这个影片中两只猫咪对看不见的东西有相同反应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它们从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后就开始往同个地方走去 甚至连转头的方向都一样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 也许有可能是小虫 但也许猫咪真的可以感应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也许有可能是小虫咪的东西 也许有可能是小虫咪的东西 现在要有的一个比较好 那边并且赏鱼咪的说明 这边并且赏鱼咪的东西 这边并且赏鱼咪的东西 那边并且赏鱼咪的东西 在并且赏鱼咪的东西 这边并且赏鱼咪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 灵异囚状体 这只猫咪的主人发现自己的猫行为非常怪异 而开始录影拍摄 猫咪看起来行为不仅怪异 感觉还有点恐慌 没多久后相机就捕捉到了一个灵状囚体 而猫咪也对此有反应 你们看到了吗? 第三 看不见的东西 影片中的猫咪主人表示 自己从来都不相信什么鬼或是相信灵犹事件 但是自己家的猫常常会对着家中餐厅的灯咆哮 并追着一个无形的东西跑 摩一晚这只猫又开始出现怪异行为 在家里追着无形的东西 好像看到什么一样 在拍摄这只猫后 它回到沙发上 它看到还没有开的电视上 出现了诡异的闪烁光线 在哪里 那麼個佈福呢? Dear,家中有鬼 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白色的毛專注的盯著某個東西在叫 后来眼光跑到天花板 画面我们是看不到任何东西 有可能是虫子或是什么微小生物 主人也发誓房间内真的什么都没有 天花板就是空的 跟平常一样 网友留言也非常两极 有人说这只猫可能看到一只小虫 另外有些人有类似经验 就认为这只猫确实可以感应 或是看到我们看不见的灵体 导致猫咪偶尔的怪异行为 导致猫 第一,预测死亡 这只叫Oscar的猫咪是一直住在养老院的治疗猫 这只14岁的猫咪整天都在走廊上悠走 也是一只不爱与人社交的猫 但是特别的是 任何让这只猫撒娇过的住民 都是快临终的人 养老院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对猫咪的感应能力感到不可自信 甚至在2007年还被写进文学的论文内 从那之后他大约预测了100多人的死亡 论文内提到 这只猫只接近冰淋死亡的人 应该是可以感应到不同的肺磨萌或是味道 这样的感知能力 让护士能够提早通知病人家属 也让即将走完生命的病人在临走前有这只猫咪的陪伴 在2013年的Oscar因为严重过敏反应 一度休克死亡 不过还好被救回 目前还是持续在养老院陪伴这些老人 你们家有养猫咪吗 有遇过猫咪类似的状况吗 在下面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